弟兄姐妹平安 今年是犹太新年五七八一 那我们刚刚过了吹脚节 我们知道赎罪日就是在吹脚节 提示立月十号 那也就是九月二十八日 那今天主日 我们晚上九月二十七日晚上 七点到九点 我们会有一个赎罪日的一个特别聚会 那我们好不好先来念一下立位记 十六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 请 每逢七月初十日 你们要刻苦己心 无论是本地人 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什么功都不可做 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力 应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 使你们洁净 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 拖进一切的罪迁 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 要刻苦己心 这为永远的定力 阿们 这个七月初十呢 就是赎罪日 或者又叫做提示立月十号 七月就是提示立月十号 那称为赎罪日 那在这一天呢 旧约的大祭司 他们就会进入至圣所 为自己 还有为百姓 来为过往的这一年 所做的 无论是无心的 或者是许了愿 没有去实践的 这些忘许的 这样一些情况 跟神认罪悔改 那所以在这一天呢 七月初十呢 所有以色列全国的百姓呢 叫全天的禁食 所以以色列的禁食节呢 也就是赎罪日 那所以这一天呢 大祭司要带着 就是血进到至圣所里 为自己为百姓赎罪 那这个真的是很恐惧战惊 如果说 自己过往的这一年 最不够完全的 彻底的跟主 清除掉的话 可能他就 在圣殿中就被击杀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第一个圣殿期间呢 有四百一十年 那换了十二位大祭司 那因为这些 十二位大祭司都非常公义 所以神给他们长寿 所以他们每一年 一年可以进去 但是在第二圣殿呢 有四百二十年 但是有超过三百 三百位大祭司呢 共职 意思是什么 当时的 那个鼠林光景倒退 所以呢 很多 甚至大祭司 都有贪污的情况 所以就被击打了 它是慢慢地累积的 从翠角节 提示立月一号 就是七月一号 一直逐渐地累积到 七月十号 那就是赎罪日 在这个十天当中呢 人呢就会做一个 很深度的自我反省 还有一个 很诚实的一个认罪悔改 那这一天呢 如果他们真实地把去年的 罪呢都完全地 就是说 处理干净的话 他们 犹太人 就是相信 他们会 多活一年 就在这一年会是好年 那我们今天我们神的孩子 我们对于赎罪日呢 一个 其实赎罪日最大的焦点呢 在新约神的百姓呢 他是庆祝弥赛亚 就是耶稣基督 献上自己 成为救赎的活祭了 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 所说的那句话 成了 成了 就是他完成了 救赎人类的 一切的一个 一个工作 所以在 这一天呢 我们基督徒庆祝的呢 特别的是 因为在旧约 神的百姓呢 没有 就是说 只能够圣灵是 浇灌在人的身上 没有办法内住 那是要在耶稣基督 完成救赎之后呢 圣灵开 我们才可以打开心 欢迎圣灵进来 所以呢 我们 今天 我们对于这十天 我们不单单是 对于罪行 我们有一个 一个向主的认罪悔改 其实更深的呢 就是 对于 圣灵内住 接受耶稣基督 住进我们心里 我们里面的 这个圣灵的殿呢 神的殿呢 可以进入到一个 怎么样子的一个 更 跟神亲密 靠近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新约 神的百姓的特权 也是今天信息的重点 我们再看一下 在十六章三十一节 他说 这日你们要所谓 圣安息日 那这个圣 所以说赎罪日 又称为圣安息日 那圣安息日 是什么意思呢 有人说赎罪日 是安息日中的安息日 安息日中的安息日 他的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一天呢 不单就是说 旧约的百姓 要刻苦己心 不吃不喝 完全的分别为圣 更是呢 这一天呢 对于神的百姓 在新约呢 这是一个 一个 更真实的一个 完全的进入到 神的安息 里面的一个日子 一个一个 好像一个切入点 那我们再一次看到 就是说 我们来回顾 在旧约 就是摩西 他率领以色列的百姓 出埃及之后呢 就有提到说 曾经在 在旷野 他 有两次 神的百姓 没有水喝呢 那神就吩咐 摩西呢 第一次要打磐石 第二次呢 吩咐那个磐石出水 那在 就是在第二次 吩咐磐石出水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呢 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 意外的事件发生 那以至于就是说 神跟摩西讲说 因为你们不信我 就是说 你不尊容我 所以以至于 摩西在那一次 就是说 神要他吩咐 磐石出水的 这一件事情上呢 摩西因此 他没有办法 进入到神所 应许要带领 以色列百姓 进入的那个 迦南美地 那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摩西 没有办法进入 这个应许之地 那这个应许之地 又称作是 安息之地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好 那我们可不可以请 再命一下 《明书记》 二十章 七到 七到十二节 耶和华小狱摩西说 你拿着杖 去和你的哥哥 亚伦 招聚会众 在他们眼前 吩咐磐石 发出水来 水就从磐石流出 给会众 和他们的牲畜喝 于是 摩西照 耶和华所吩咐的 从耶和华面前 取了杖去 摩西 亚伦 就招聚会众 到磐石前 摩西说 你们这些背叛的人 听我说 我为你们使水 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 摩西举手 用杖 击打磐石两下 就有许多水流出来 会众和他们的深处 都喝了 耶和华对摩西 亚伦说 因为你们不信我 不在以色列人眼前 尊我为圣 所以你们 必不得领这会众 敬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 阿们 就是 神所赐给以色列人 那块地呢 就是迦南美地 又叫做安息之地 因为他们在埃及 四百年的苦工 所以神说 免费的劳工 所以神就是说 就是要把他们 带到一个 一个可歇息处 所以 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呢 所以 神对 摩西跟亚伦说 你们两个都不能进去 这个应许之地 那这个总结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 因为他们 不信 就是不信任神 不相信神 他嘴巴 说这个 吩咐这句话 就可以 就是磐石出水 或者是说 他们不信靠神 因为那个时候 是带来 一个很大的 一个混乱 那百姓 怨声 灾到 甚至又要开始来 攻击摩西 所以那个摩西 里面的那个 那个 就是说 好像是永无休止的 这样子的 一个 一个吵闹 所以把他里面的 那个烦躁 就是 救世心 心事 全部都涌上心头 所以他里面 就在一个 一个烦躁的里面 甚至在一个 愤怒的里面 他不单单是 不是用口去吩咐 磐石出水 更是他去打 不单单打一次 还打两次 你就可以知道 他里面 真的有一个 一个急躁 跟一个愤怒 在他里面 所以就是说 他不信靠神 不信靠神 就是说 在一个 很吵闹 一个 一个很 很不容易的 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 我自己也是 我就觉得 当好像 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里面 就立刻会有一个 自我防卫的机制 启动说 好像要进入到备战 我自己 我的意志 就会 竖起一道墙 能够 帮助 好像保护自己 但事实上 当我自己 举起我自己的防卫机制 就是 一个 一个肉体 一个血气的 一个 这样子的反应的时候 事实上会带来一个 更大的 一个 不容易的情况 因为那个是在 血气里面 那个 你的反应 是在一个 仇敌的权势里面 你自己 为你 自己而征战 自己为你 保护自己而做的事情 好 那就在这边 就是 那个 就是说 他不信靠神 不相信神 不相信 神可以做 或者是说 他没有把他自己 完全的依靠 依靠在神 躲藏在神的里面 像以前一样 那 那第二个就是 他没有 就是 尊荣神为圣 尊神为圣 那 我记得 我曾经有提过 所谓 圣 他不是 就是说 相反的 不是犯罪 圣的相反 的意思 就是你把它当作 普通的东西来看待 你把它当作 普通的 像是一个 精美的词句 你把那个精美的 陶瓷 那个 餐盘词句 你把它来装狗屎 那个就是 你没有尊 就是说 那个 尊神为圣的意思 就是说 你把神 当作是普通的 普通的对象 来对待 所以在这边 神就跟摩西说 你没有信任我 而且呢 你不相信我 而且 你没有尊荣我 所以 尊神为圣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是带着一个尊荣 尊荣 他是圣洁的神 我们就当尊荣 他 好 在这边就提到 就是说 他不信任神 没有尊神为圣 所以他不能进去 这个安息地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 当一个人 因为我们知道 安息之地 就是预表 神自己 当一个人 他不信任神 他不尊神为圣的时候 他是没有办法 安静下来的 他不相信神会做 所以他就要自己去做 他就没有办法 安息下来 然后 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 你不相信 这个邮政系统 你投了这封信 到邮箱里面的时候 你没有一个安息 这样子 所以同样的就是说 一个没有办法 停下来 一个人 没有办法 安息下来的 他 事实上 他在表达的一个 Eminent 就是他散发的一个信号 是 虽然没有说 但事实上 他是神 我不相信你 或者说神 我并没有在尊荣你 好 那这是说 当我们一个人 不信任神 不尊荣神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 安息下来 但是讲得更深一点 就是说 他没有办法 安息下来 进到 进到一个 一个安息之处 进到神的里面 同样的 也是一样 就是当我们这个人 我们这个人呢 要成为神的安息之处 就是说 神进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成为 圣灵 神的殿 让神能够 安息地住在我们里面的话 神要在我们里面的话 我们必须 是一个 能够停住 能够安息下来的 以至于呢 我们不是只是 跟神 只是 好像进到神的面前 享受在 浸泡在神的同在 而是 不单单是 我们在主里面 而且是 主在我里面 而且 逐渐地 越来越丰富地 主在我里面 越来越真实 甚至那个真实到呢 是在 作王掌权 以至于 我说的那个话 我祷告呢 就像是 神在说的一样 哇 这个真的是 一个很 很大一个工程 非常大工程 那一个 一个亲密关系 在说 我在主里面 主耶稣在我里面 这样子的一个亲密的言及 所以亲密关系就是 你因着紧紧地扣在一起 以至于 你有对方的性情 你有对方的所事 这个就才叫做亲密关系 不是只是 很靠近 而是 有一个 在这样子紧紧地 靠近的当中呢 一个你的心的 一个安息的里面呢 好像 你就会发现 就是说 在这样子的 你的这个安息的当中 神的同在 就会一直持续地 神自己 他的性情 他的所事 就会在这个安息当中呢 开始能够 改变 转化你这个人 创世纪 二章二节 对不起 到了第七日 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 就在第七日 歇了他一切的工 安息了 那这个安息这个字呢 很有意思 就是 这个安息这个字 就是说 他会自己更新 我去查这个字的自根 就是说 他可以自己更新 还有呢 是再次成为新的 就是说 当我们开始 就是说 接回到这个生命的源头 跟神一起 安息下来的时候呢 我们好像 照着神的形象 跟样式 就会发现呢 就会开始有一个 转化的过程 然后 我们自己 就会 我们是神的形象 跟样式 好像在我们这个 被设计的机制里面呢 我们印着安息 在神的同在里 然后 我们就会开始 自己更新 然后在这个更新的当中呢 我们就 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 变成的 好像我们 属神的 一个DNA呢 就在这个 安息的当中 被启动了 就在属神 我们这属神的DNA 神的怜悯 神的恩典 神的良善 神的一切美好的 性情呢 就好像开始 在我们里面 就是开始长大成熟 所以 就是说 我们里面 好像是 因着接回到 这个生命的源头 它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以至于 我们这个枝子 接回到这个生命的源头 安息下来的时候 这个枝子 就可以自己更新 而且呢 再次的 长出新的叶子 长出 神儿子的 那个复活的生命出来 好不好 我们还是 念一下 灵后三章 十七节 十八节 好吗 但他们的心 几时归向主 帕子就几时出去了 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以自由 我们众人 既然藏着脸 得以看见 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返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 变成的 是 他这边就这样 讲到就是说 我们藏着脸 藏着脸 注视神 就是一个安息的状态 然后 是一个信靠神 是在一个 尊荣的当中 来注视这位神 就是 我心尊主为大 主我注视你 我尊荣你 不管外面的环境 多么的危险 但是主 我选择让 我选择 一有的 我选择 就是降福 我选择让你的平安 在我心里面做主 我自己不用力去 好像 逐出一个 自我反应的一个高墙 来保护我自己 主 你的平安 成为我的保护 安息其实最大的 一个关键就是 当我们碰见危险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我要去处理这件事情 我一个人要去 解决这件事情 但是其实 你知道吗 当我们接受 耶稣基督 重生的灵 进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不再是 自己的人了 不再是爱 而是无意 就是说 我已经与主耶稣基督 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在我们里面活的 是 是一个 你跟耶稣是 同父一二的 你跟耶稣是 一起去 你跟着耶稣基督 一起去处理这件事情 面对这件事情 能够 明白耶稣 他 他心里面的本质是什么 而且 成为我们的羡慕 我们的追求 然后同时跟他 同父一二 你就会发现 就是说 哇 每一件事情 你就会经到一个 就是 就是看到 神来为你征战 不是你不做事 你还是要去做事 但是呢 就像是 同父一二的两头牛 一头 比较有 一头是老牛 一头是 年轻的牛 所有的重量 是压在这个 这个老牛的身上 而不是年轻牛的身上 但是就是 两头牛 一个年长的 一个年轻的 一同去 一同去 把这个 一同做工 所以 以至于就是说 当 以色列 他们入家 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 就是说 是神来为他们征战 但是他们要做的就是 持续的仰望 持续的跟随 就像是两头牛 共赴一二一样 好 我们来念一下 马太福音十一章 二八到二九 二八到三十 凡劳苦丹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父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 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单子是轻省的 你是已经成为一个 接受耶稣基督 有神的灵内住在你的里面 圣灵内住在你的里面 那你是跟耶稣同父一二 所以当初摩西 他没有意识到 他是跟神 就是说是神 他要安息在神的里面 持续的尊容神 让神来说话 让神来说话 那以至于他就不会进入到一个 用一个他自己的力量来面对的 当我们的己出来的时候 很容易的 我们在我们心中 因着信主的年日 在我们心中 还有一些畏德之地 这些畏德之地呢 就会成为一个 我们容易发怒 或者是我们容易 就是觉得羞辱 觉得羞耻 或者是惧怕 那些淫磊呢 就会被仇敌利用 然后把我们搞得筋疲力尽 所以我就觉得 今天赎罪日是安息日中的安息日 就在讲到就是说 一个真实的就是 当父耶稣的恶 学他的样式 就是跟他共赴以恶 然后而且是到他的面前 跟他面对面 到他这里来 就无论是关系 或者是工作 常常会觉得 在一个进进出出 缝缝补补补的里面 那我心里面就觉得说 其实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 安息在你的 安息在神的里面 虽然看起来像是 有一点单言 但是你抓住了一个最重要的 抓住主自己的话 那整件事情 耶稣是可以反败为胜 就说好像是来不及 但是一定追得上 那在这边我们就看到 就是说 其实你知道吗 有个最大的一个关键 就是 在这个安息的里面 你的 我们成为神手中的工作了 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 就会有一个 其实在这个末世 我认为一个最大的 end time warfare 不是中美的一个大战 其实最大的一个末世的震担 就是identity 是一个核心身份的大战 是一个who you are 就像是摩西 神叫摩西去 就是说 跟法老说 Let my people go 摩西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是谁 所以当我们 碰到一些危难的时候 或者碰到挑战的时候 你第一个 立刻的 就是说 里面的那个惧怕就是 你不知道你是谁 你不知道你是谁 以至于就是说 我的声音 不会有人听的 你知道 所以就是 因为不知道你是谁 所以你讲的呢 就是 带着你里面的惧怕担忧 但是however 我觉得有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你知道吗 其实回顾摩西 今年是5781 我们在那个 回家聚集里面 就是有四次的聚集 它的主要的topic就是 专题就是 为神预备居所 你知道吗 为神预备居所 然后它就一个横线 就是one family one voice 一个家 一个声音 就是说 这个家呢 能够释放出来 这个声音呢 是一个声音 如同一个人的声音 是谁的声音 是天父的声音 那这个怎么样 能够你跟神 能够释放出 天父的声音呢 事实上就是 你在一个 一个安息的里面 你跟神 扣在一起的里面 你在主里面 主在你里面 你就会越来越 就是说 如同从主的灵 变成了 你的identity 就在跟主的一个 一个亲密关系 就是 你就是越来越知道 不是 你问你是谁 而是 你要问说 神 你是谁 自由拥有的 他是这位 自由拥有的 这位神 所以 当我们 开始安息在 主的里面的时候呢 如同从主的灵 变成 变成一个 像是一位 自由拥有的 这位神的 真儿子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其实神 呼召摩西 不是为了 就是说 就是 做这些功 而是最主要就是 你成为我的声音 他就是要 摩西成为 他的声音 我们看一下 就是 初埃及经 五章一节 好吗 后来摩西 亚伦 却对法老说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这样说 容我的百姓去 在旷野 向我守节 好 就是 摩西代表 神说 容我的百姓去 他代表 他代表 神的声音 那神的声音 我们知道 在创世纪 第一章就有提到 就是 神说要有光 所以就说 神的声音 带着创造性的大能 创造性的大能 就是说 当神的声音 释放出来的时候 会释放 会改变 有个创造性的大能 有光就有光 而且 创造出 入海空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神的声音 带着大能 神的声音 大有能力 那这是怎么 我就觉得 很有意思 就是 就是这位神 是在安息中 说话的神 这位安息中 说话的神 他的声音 带着创造的大能 意思是什么 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 跟样式创造的 意思就是 当我们跟主 一同的安息 就是 在诗篇有提到说 耶和华 愿你兴起 和你有能力的约会 一同进入 安息之所 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跟耶稣 跟神 一起retreat 一起的回到 神的里面 主在我的里面 我成为神的居所 我也在神的里面 住在神的安息之处 就是说 我就会 你就会经历到 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能力的约会 是什么样能力的约会 就是神的同在 就是神的平安的大能 这个平安的大能呢 就会 释放出 这个创造性的大能 释放出 许许多多的东西 被创造出来 所以就是说 当你 真的是 因着跟主 这么亲密的连结的时候 像耶稣说的 我与父缘为一 但这个oneness 越来越成型的 在我们里面 我们跟耶稣 不单单 连结成为一灵 而且是 当我们的心 跟主完全的 扣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 释放出 耶稣的声音 就像耶稣在地上 释放父的声音一样 你知道吗 其实神 不是只是 要把这一批 在埃及受苦的 以色列人 带到 一个安歇处 而是神在 预表的一件事情 就在希伯来书说 在 不是只是 约书亚打到 世境平安 没有敌人 不是 不是只是这样 还有个更高 一个层次的 一个大平安 不是外面 没有敌人来搅扰 而是在 就是说 神为他的百姓 预备的是一个 内在的平安 是一个更高阶的平安 就像是 从荣耀 上到另外一个荣耀 荣上加荣 荣上加荣 从这个荣耀 进到这个荣 在更高一阶 再从这个荣耀 上到另外一个高阶 所以就是 恩上加恩 利上加利 荣上加荣 同样的 当我们跟神 越来越扣得紧的时候 神的那个安息的大能 会有一个 自我更新的力量 在我们里面涌现 神的那个平安 就在罗马书 在罗马书 应该是16章吧 他就说 赐平安的神 快要将撒旦 践踏在你们的脚下 你就发现 就是说 是怎么样 是神去践踏 就是两头牛 对不对 共夫一二 其实真正出力的是谁 是那个老牛 对不对 是一个年长的 那个牛 对 所以也是一样 当我们跟主 越来越靠近的时候 我们跟主耶稣 我们披带基督 一同的出去 你就会发现 就是说 哇 真的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 是神在前面 为我们征战 而且我们里面的那个 神的那个平安 神的那个 我们安息在主里面 所释放出来 那个平安的大能 这个平安的大能 是一个军事的 一个战斗力 以至于就是说 你好像你说 你有一个祷告 你proclaim 一个voice出去的时候 就是神要做的事情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圣灵 要去赶除敌人 要去把敌人 从我们前面 给完全地赶除出去 所以你知道 就是说 你跟主绑在一起 一个heartbeat 一个心跳 一个脚步 一个道路 一个心跳 同心同道 同心跳 的时候 你宣告的 就像是创世纪 第一章这样讲的 就是有光 你宣告的 在一个平静安稳的里面 跟主交织 秘密交织在一起的时候 原唯一的这样的里面 你所释放的 就是神 渴望要成就的 这样子 那我记得 这个礼拜的等候神 我们就是 其中有一天 完毕之后 哇 我觉得 好像是 好像是 我听就是说 做白内障手术的 哇 原来 这个灯 是这么亮的 就好像是 我们等了两个小时 这样浸泡在 神的同在里 我突然感觉到 整个的 属灵空气 就 甚至我都觉得 灯泡变得好亮 那 整个属灵空气 变得很清晰 很舒服 好像就是那个 使徒行传 所提到的 那个 暗殊的日子来了 好像神 神的平安 充满在这里 神掌权在这里 一个很深的安息 然后接着我们为 Fremont城市 一直到加州 美国 特别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 Fremont 我们为 Fremont 加牧师宣告说 Fremont 是平安的 平安归于 Fremont 待会在灵里面 我就看到 我觉得 这个Fremont 这个字 好像是 F-R-E-M-O-N-T 但是我就觉得 他应该就是要念 平安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字 不应该念 发音不应该叫 Fremont 而应该叫 平安城 是一个平安的城市 所以就是说 在灵里面 好像是当我们一起的 如同一人 然后神借着 加牧师宣告 Fremont是平安的 在这个时候的暴动 很剧烈 在各个城市 就是说展开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到 就是一个 Fremont是神的 安息之所 这个安息之所 大有荣耀 好像是 如果说持续的 这样运作下去 我甚至会觉得说 Fremont 有荣耀的事 乃是指着你说的 然后 而且这个荣耀呢 好像有一个 成为一个华盖 Cover在这个 我们的城市 其荣耀之上 必有遮盖 我就觉得 其实最大的关键 就是我们的心 跟主 是这么真实的 连在一起 以至于连到一个地步 神呼召摩西 不是拿这些 葬行神机 而是 成为他的声音 我最后就 我很希望我们最后 有一个操练十分钟 怎么样跟神 扣在一起的 这样的实作 你知道吗 我这几天 这一段 这几个礼拜 我一直在觉得 哎呀 内在生活 内在生活 对于我个人而言 我就觉得 已经讲到 浮满到 真的该说的都 加牧师都教导了 但是我觉得 如果说 对于我而言 是叫做 如果说是 内在生活2.0的话 我认为就是一个 247 就是24一 神同在 一直停留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成为一个 一个神 同在的承载者 甚至 我们身上承载 神的平安 丰富到 一个地步就是 就是 耶稣说 指了把 住了把 定了把 他里面的平安 涌易出来 可以停止风和浪 就是能够 这样子的来 改变大自然的危机 所以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 就是 一个真实的 不是只有在等候神聚会的时候 我们是这连接神 或者是承恩的时候 而是 是不是 可一比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神 创造我们 或者是说 这个救恩成了 我们是 应当活在 这样24期的 这样子 神的同在 神的平安大能里面 我想我们可不可以 最后有 大概 七八分的 一个等候神的 一个 一个操练 然后 亲近神的一个操练 那 我用祷告来 引导大家 那首先 再一次 就是很简短 就是在 约翰福音七章 有讲到说 3839节 信我的人 从他腹中 就在这里标理 从他的腹中 要流出 活水的江河 就是 我们当我们 打开心 欢迎耶稣基督 就是说 住进我们心里的时候 那 我们就开始 重生了 神的灵 神就借着 耶稣就借着 圣灵 内住在我们的灵里面 我们的灵 跟神的灵 连结成为一灵 就是说 连在一起成为一灵 所以说 我们的灵人 或者是说 我们的心 都在腹部 这个地方 那至于说 我们的心 为什么在腹部的话 就是 你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都是从心发出的 那 那这边有提到 就是说 新一本 就是说 一生的果效 由心发出 因为生命的泉源 是从你的心发出 生命的泉源 就是你的灵人 所以说 某程度 心在你的腹部 灵人也在你的腹部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 传说人的言语 如同美食 深入人的心 深入人的肺腑 那 是一样 我们的情感 也在这里 还有就是 耶稣说 叩门 愿意 就是 开门的我要 叫他那里去 所以的心门呢 我们心有个门 当我们说yes的时候 我们决定 打开心的时候 耶稣就进来 所以我们的意志 我们的决定呢 我们的决定也在 也在这里 所以我们的心 我们的意志 我们的情感 好 那 还有 耶稣呢 都居住在我们的 belly 我们的腹部这个地方 好 那好不好 我们现在就把 眼睛闭起来 把眼睛闭起来 好吧 我们深深的吸口气 好 吐气 我们肩膀放轻松 再 吸气 慢慢的来 吐气 好 我们吸气 吐气 三五次 好吗 把你的心思一念 进来 心思一念 安静下来 肩膀放轻松 好 这时候 把你的思想 把你的思想 安静下来 而且 把你的注意力 一直往下 往下走 耶稣说 从你的腹中 流出活水的金河 好 我们一切脑部的那些活动 安静下来 我们的思想 就开始往下沉 往下沉 一直往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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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不要用力 持续的深呼吸 五七 五七 心思一念 安静下来 慢慢的沉淀下来 持续的沉淀 耶稣说 我才能外扣门 愿意的话 就打开心门 让耶稣进来 这时候 不单单 我们的灵里面 我们的心里 有耶稣内住在里 我们更是 再一次的打开心 祝你的同在 更丰富的充满 充满 充满在我的里面 在我的心里 祝你的平安 更丰富的充满 在我的心里 给你的手 和守在你的腹部 更是你心的居所 也是你情感的居所 祝你的同在进来 祝你平安的同在进来 好 深深的吸一口气 你还可以更轻松 肩膀放轻松 放生更大的平安进来 祝祝耶稣 祝祝耶稣 带祢的心 让神平安充满你 我心尊主为大 祝我尊荣你 因为祢是圣洁的一位 祝我祭拜祢 祝祝你 祝祝祝 他全得平安充满 我心尊主为大 你 祝祝 祝 祝ո 謝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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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謝謝你的同在 更大的平安流進來 更大的平安充滿在我的身上 主謝謝你的平安 不單單充滿在我心裡 一個更大的安息 把我整個人浸泡在你平安的大能裡面 不單單裡面 我的心充滿你的平安 我外面 你的平安 像是一個衣袍一樣逼在我身上 裡裡外 你的平安的重量 復辟我 謝謝主 謝謝主 如果你有感覺到神平安的董在 持續的流進來 就點頭 主 主 主 謝謝 我領受到我要更多 讓這個平安的能力 在我裡面逐漸的 逐漸的升起 逐漸的豐滿 在這個時候 在我們的心中 若是有一些還有沒有辦的事 追趕我們的 due date agenda 議程 或者是冒犯冒犯我的人 好不好 我們現在放手 Let it go 讓神的同在 更大的充滿 記住 我們跟神中間 沒有任何的攔助 若是現在想起 有冒犯我 冒犯我的人 好不好 這位饒恕者耶穌 當我們接受祂的時候 祂就內住在我們裡面 這位Forgiver 還記得嗎 功夫以惡 讓祂來釋放 這個饒恕的江河 從你腹中流出來 你要做的就是 與祂同夫以惡 Yield 讓 讓這個饒恕的江河 從我們的腹中流出來 Let it go Let it go 從被冒犯 讓我的心被拒絕 讓我的心被拒絕 一些浮現出來的人事物 帶給我們的懼怕 都在這個饒恕的江河裡面 讓這位饒恕者持續的釋放 Release The river of forgiveness 饒恕的江河 靈受 持續讓這個饒恕的江河 接近你的情緒 接近 這個受傷的情緒 接近這個懼怕 接近這個憤怒 在我們的情緒裡 在我們的腹部 讓這個江河持續的流 這是一個愛的江河 這是一個愛的江河 讓耶穌做大罪做事 你同時跟主人追悔改 祝你來饒恕我 但當你饒恕的江河 愛的江河 依止我受傷的情感 祝我也要向你悔改 祝我在一個被冒犯的中 祝我自我防衛 我也說了許多不該說的話 我也說了許多讓聖靈擔憂的事情 祝我向你悔改 祝你饒恕的江河 先來擠進我的心 特別在這個可畏的日子 讓這個饒恕的江河 愛的江河 來接近我的心 接近我的情感 也來醫治我受色情緒 祝謝謝你 謝謝主 謝謝主 跟大主你的同在 跟大主你的平安的大能 因著饒恕 因著Let it go 充滿我心許多的空處 我的心成為主你安歇之處 主謝謝你 其實是過往的事 回想起來就像流水 我的心被你解禁 我的情感得到醫治 我也認我的罪 我也認我的罪 主你是信實公義的 在這個可畏的日子 贖罪日 即將來到 你要奢免耶穌的保血 奢免我的罪 洗淨我一切的不易 平安 平安 更大的平安 更大的平安 我藏著臉 看著你 我藏著臉 主 謝謝你更大 更大這個愛的江河 更大愛的江河 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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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滿溢出來 滿溢到我所愛的家人 我周遭一切 我今天要接觸到的人事物 Hallelujah 把我的心隱藏在軍長的車中 我跟耶穌一同藏在腹的裡面 謝謝主 主 祷告 你的平安成為我四圍的盾牌 不管今天接下來發生什麼事 我選擇信靠你 我選擇尊容你 我靠著耶穌 靠著你平安的大能 我跟耶穌同富一惡 我要得勝 從曠野上來 今天我活在 我要選擇活在一個 不被冒犯 主平安的大能力 裡裡外外 裡裡外外 我像是一個得平安的人 在主的眼中 謝謝主 謝謝主的愛 謝謝主 主謝謝你 謝謝主你的服事 謝謝主 你愛的教官 謝謝主 你復活的大能 勞恕的江河 釋放我從一切被冒犯 不饒恕的裡面出來 讓我也可以成為一個 主啊 是一個尋求和睦 一心嘴感的人 謝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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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 在這個贖罪日 十天可畏的日子 可以成為一個光明之子 行在你愛的光中 謝謝主 這樣禱告感謝 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 好 我們今天分享信息就到這裡 好 謝謝主 願主祝福大家 謝謝主